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陈伟今天一样走访第一线 没有在录音室当中 我为大家介绍现在坐在我对面的 他是来自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资深主任吴欣平 欣平你好 陈伟你好 各位听众好 我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欣平 欣平我想要先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因为这个主妇联盟 主妇联盟我们一讲到就是主妇这个名字 我们就比较难去跟他画上等号的 就是所谓的发电这档事情 所以当时这个联盟去想到要关心发电 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心歧念 是其实主妇联盟啊 我们是一个环保团体 那我们跟其他环保团体走一个不太一样的路线 是我们走比较生活化的路线 那所谓的生活呢 其实古人讲开门七件事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其实以现在的人的生活来说 我们可以浓缩成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能源 另外一个就是饮食 那饮食方面我想很多人如果有关注我们基金会的长野 他知道说我们有在推低碳饮食啊 说不浪费 那可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意识到的是 能源也是每一天我们都在生活里头的必需品 可是我们常常对能源的感觉 除了停电的时候 我们不会感觉到它的重要性跟存在性 那所以我们在这部分啊 就用两个方式去推动能源的议题 一个就是节电 而且我们的节电强调的是生活里头可以无痛的节电 这个很重要 不是回到魔灯的 不是回到原始人的生活一样 特别这几天特热 不开冷气还得了 对我们也不是用魔人的模式叫大家节电 叫大家38度不准开冷气 住在10楼只能走楼梯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告诉大家其实节能可以节的非常的兼顾生活品质 是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就是公民发电 我们过往谈到发电的时候觉得好深奥啊 然后都是台电的事情 或者是大公司才有条办法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公民电厂我们在做的这个倡议 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当发电厂的厂长 我知道就是现在你们在倡议的这个公民电厂 而且你们还强调就是说大众参与 公众参与 不只是所谓那个就是大企业 他们才可以对绿电啊发电模式有所参与 所以我很好奇哦 我最近知道你们刚完成了一个案例 他已经是完成了 他不是那种大还在磨合的一个计划 那就是你们跟台北市政府 然后还有一个民间的平台的公司 那共同推了公民电厂 他的场域是发生在关渡国中 我们能不能来聊一下这件事 好啊 我们为什么当初会做这个案场 主要是我们其实两年前就开始到社区去推节能的这些活动 比如说跟阿公阿嬷一起用大虫电国煮低碳料理啊 然后告诉他们说比如说怎么样在阳台上面种菜可以降温啊 然后又可以在你的阳台上吃到你自己种的东西啊 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我们当然就会置入性行销自己想要做的公民电厂嘛 他们也真的很认真 这是在木杖的明星里 我真的要说这个社区超优质的 然后在讲这件事情的过程里头 他们就非常积极哦 就开始讲说 我知道王太太的家有个屋顶 李先生的家有个屋顶 或者是旁边有一个公寓 我们可以去找找看 但是呢在这整个寻找的过程里头就发现几个状况 我想这个是台北市啊 或者是都会去很常见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围建真的很多 那围建基本上就不能盖 那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可能旁边的一些遮音很高 比如说旁边有一栋楼 就刚好遮住了我们顶楼上的阳光 那这也造成了很多屋顶就不能够实作了 或者是对系统商来说 他可能只要遮了一部分 他可能整片屋顶都不想盖了 因为对他来说他又要找工人 又要教料 对他来说如果一百坪的屋顶 他只能够做假设其中十五坪 他就会觉得美猴就不会做了 对他有他的一个经济数量 所以要达到了某一种规模 他才符合 对对对 另外一个可能也让大家生活中很困扰的是 就是可能不是每个邻居都同意 很多人都以为 这是一定的 对很多人都以为屋顶是顶楼那一户 其实不是 其实全栋楼的人都要同意 对 但很多的公寓的管委会 他如果觉得有些邻居不是这么好沟通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放弃了 是 那这是我们在明信里观察到的第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屋顶 有是有 但是不好做 对 那另外一个呢 明信里其实他们也有一个公有屋顶 其实是可以做的 物理上面是可以做的 技术上可以做的 但是帮公部门带管的一个屋顶 那我们就发现了第二个问题了 有一些屋顶 因为公部门的屋顶基本上都不会是非法的嘛 对啊 不太可能 对对 然后通常公部门很多的屋顶面积又够大 而且你也不需要跟这么多的人沟通过 是 但偏偏产权是公部门的时候 很多公部门呢 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这个公部门他要配合政府推动屋顶装太阳能的时候 是 他只能够走公开招标 然后让出得起好价钱的系统商租下那个公部门的屋顶来盖太阳能板 对这个所谓的招标这档市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最优化标 它常常是最低价标 就是能够付得起比较高昂的房租 然后资本额比较高的系统商 然后付得起押金标金租金 然后甚至是未来有可能衍生的一些税的系统商才有可能得标 那就变成当地的社区也很难跨过这些门槛啊 就变成在都会区大家用的店的确比较高 可是自己有心想发店的人却找不到屋顶 然后可以用的公有屋顶通常都是系统商的 OK 对 这就是我们想要突破的事 我们不是说反对县市政府利用公有屋顶的这些空间 去大力的推再生能源 这是好事 我们要说这是好事哦 我们只是觉得说 那如果在这个公有屋顶的附近刚好有社区 他们找不到屋顶的话 那为什么不让市民一起来投资呢 对公务们来说 他反而还赚到更多支持他能源转型的市民 这有什么不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参与是了解一件事情 他极为有效率的管道 参与这档事 那我常常都在想说转型这一档事 因为他是整个系统都要扭转 他绝对不是单一部门 只有政府在前面死托活托 这个民众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说的这个认识是包含正面的评价 或者是负面的观感 这个都是 但我还是看到了就是你们刚刚刚我提到这个新的暗场 他在关渡国中 他成功的突破了 因为其实国中 关渡国中 听众朋友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通常前面关上地名的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基金会 都是公有的 都是公有的 那所以您听这个关渡国中 前面关上地名 他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辖下的一个公立的国中 那当时又怎么样找到这一个地方 是 我们在发现明星里有这样的状况之后 而且我们发现这应该不是只有明星里 而是都会去普遍的状况之后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了一场记者会 当时其实是邀台北市政府 还有新北市政府 就跟他们说 请你们接下来 如果还有公有屋顶要装太阳能板的话 请你们开另外一条路径出来 让一些在地的居民是可以共同参与的 让这一些公有屋顶可以变成公民电厂的场地 是 那当时两个县市政府都答应我们了 那后来台北市政府 他们这边我觉得也蛮积极主动的 他们就把原本针对系统上这样子的表演 他们也很努力去为公民团体去做一些调整 然后后来我们是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然后取得了关渡国中 他的经营的经营权 那接下来我们会做的事情 除了盖太阳能板之外 也会邀请在地的居民 可以一起来当发电厂的厂长 这个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既然谈到招标 大家都想到 那就代表大家一定会打一份合同 有一份契约 所以这份契约 它里面的几个不一样的代表方 分别是一个是关渡国中吗 在关渡国中它主要的角色就是提供它的屋顶 但是我们会给它一些回馈 就是我们的发电的收益 会有部分回馈在关渡国中做能源教育 了解 可是主副联盟并不是一个太阳能光电版的整合服务 而是一个公民 环境的公民 环境倡议的公民团体 对 所以那个我们还有阳光福特加这个厂长 这个各自的角色分别怎么样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其实我们是参照有点像是京都市政府的模式 京都市政府的模式啊就有几个角色 当然市政府嘛 市政府它就提供公有屋顶 那在我们这个案里头 产发局呢就先去联络了关渡国中 那关渡国中就等于是提供屋顶 对 那我们呢就等于是这个案场的主要的经营者 是 由光民团体来主要经营 它有一个很不同的意义是 我们可以确保这个案场接下来20年 它发电所得到的收益是用在在地 而且是公益性质的 那另外一个角色更重要了 就是在地的市民可以一起共同来当厂长 对 因为我们很希望这个发电厂 它不只是主副联盟的 它也是关渡的 我听懂 对 我们也给这个电厂群名叫干豆好 因为干豆是关渡的古称干刀 好可爱哦 然后好就是女加子嘛 对对对 那女就是代表我们主副联盟 然后长期以女性的角色推动环境运动 是 其实就是关渡国中的小朋友们 是 对 因为我们发电的收益 我们坚持有一部分是要留给关渡国中 可以去做能源教育的 对 关渡的在地居民怎么样参与这样的形式 是说出钱吗 还是出力 我们现在的形式啊 会在透过阳光福特家的它的平台 是 它的平台上面就会特别先开放给关渡里啊 还有附近那些里民可以先认购 一个人可以用一片的价格先认购 那认购了之后呢 这个投资 共同投资的这些厂长们 他们除了可以拿到电费的收益20年之外 那大家的收益里头也会抽两%出来 然后我们一起投资在关渡国中的小朋友的教育上面 卖的怎么样 现在还没有开卖 对 但是我们很欢迎就是关渡地区 还有北投地区的居民 是是是来买 对来买的一起当厂长 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 那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碰到大家的什么样的质疑 例如说就是太阳能光电板真的能够20年吗 因为台湾的天灾特多 像现在就是所谓的台风季 梅雨季 那又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 所以常常这个捉摸不定的来 有时候甚至会有超乎过去规模的大量的暴雨产生也都说不定 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在因为你们作为一个主要经营者 会不会需要回应民众的疑惑 会啊会啊 我想这是大家如果要一起当厂长 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吗 就是我们怎么确保这个电厂可以营运20年 对不对 所以其实大家在一起投资这个板子的时候 它的价格里头就含了这个电厂20年的违运跟保险 意思就是说假设你的板子真的不小心哪天被风吹掉 我们会尽力不使这是发生 可是万一它发生了 那保险公司是要理赔的 我们有买保险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会 因为关度它其实也算是靠海 我们也在支架上面会做特别强化的一些设计 对 那我们也会 我们也跟阳光福特家 它这样的经流平台合作 也就是确保 就是有多一层的合作的关系 这样子未来真的发生什么状况的话 那一起投资的这一些厂长们 他们未来还是有20年的金流 可以贿赂到他们的户头里头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阳光福特家这边会确保说 他们其实会有一个最起码最低度运作的组织 假设有一天真的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这个最低度运作的这个单位 他还是会把台电每两个月拨进来的电费分配给大家 是是这个意思就例如说 因为例如只是举一个可能很典型发生 因为关渡那里靠海 所以我们的太阳能板容易受到一些 假设是海风的侵蚀 而容易比较 它的发电效率越来越递减的话 那阳光福特家会确保 就是所有的投资的这些公民厂长 还拿得回一定的利润是不是 对对对 一个是金流上面 其实我们有特别设计一个单位 是来做金流上面分配的 就确保假设今天假设我们基金会有什么状况 或阳光福特家有什么状况 那我们中间共同运作的这个组织 它还是能够去负责金流的分配 另外一个在板子的部分 我们的保险还有跟大家一起签的这个合约上面 都是有保证这个板子它本身的品质的 是 对那一般来说正常太阳能板的效能 它在20年之后应该还有剩 有原出厂的时候的80%才对 哦因为20年后还有原出厂80% 对这是一个算是普遍的 普遍的数字是指在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吗 因为台湾天灾有时候算是比其他世界各国 再更多一点是台湾的数据了解 板子本身其实本来都是耐风耐雨的 其实最重要的都还是下面的指甲 有没有做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 因为听众朋友我一直很在乎20年这件事 是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财产标的它是太阳能电板 那听众朋友我们常常想就是所谓的20年这个数字 我们就常常想我们有时候在做我们的不动产的买卖 那个贷款常常一还就是20年还算比较少的了 30年是比较多的那大家都会每次在做这种事都会掐指一算 要算到中间的很多变数 所以我一直问这个姓平主任就是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姓平主任也给我们很清楚的说明了 就是这当中的几个关键的数据是经过实测的 就是太阳能电板平均你看使用20年 它不是那种到了第10年效率就递减 它的那个递减的情况是即便到了第20年 大概也都才刚开始递减 大概变成原本的八成 也还有原本的八成那么多 对 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 就是说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就是跨部门的合作 然后这里面有就是公民 然后有政府 然后有基金会 那我觉得大家的思考的逻辑碰到的难处 其实是五花八门啦 对 超多的 对 这个后来倒顶在一起把关都国中的这个暗场 我听起来好像也是即将要开放来这个 让大家可以买太阳能电板 对 我们要优先针对关都跟北投地区 对 那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不同的部门它有不一样的运作逻辑 这个磨合的过程中你能不能谈一谈这里面的趣事 或者是觉得头很大的事情 很有事的状况 好啊 好啊 我觉得这里太多事情可以讲 我先讲几个角色我这边观察到 第一个我想要讲的也是感谢的角色是北投社大 北投社大啊 就是他们其实在四五年前 台湾才刚刚有人在谈论公民电厂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谢校长非常有远见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想说 在他借的那个新民国中的屋顶上面 然后集资做公民电厂 然后发电的收益可以拿来 挹注在学校比较清贫的学生身上 这个是几年前啊 大概四五年前了 那其实他是真的有远见 那时候又比起现在公民电厂的概念 现在大家是比较理解一点了啦 对对对 所以他想法真的非常超前 可是当时就碰到一个状况 当时市政府就说 没有办法为单一的屋顶做公开招标 对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新民国中屋顶就跟 不能够单一的屋顶公开招标 所以要一次标很多个屋顶吗 什么意思啊 就当年的时候 特别是第一个他还没有开始大量的做 对然后第二个对他来说 这是很新的概念 所以对他来说他要动很多的东西 只是为了一个屋顶 哦我懂 他的很多的法规可能都要因子 不要讲到法规这么多 这么高的层次 有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行政办法 都要改变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 对那我们那个时候 作为环保团体啊 我们就想说 他因为他后来 这新民国中的屋顶 他就跟其他一两百个屋顶 通通都标注出去给同一个系统商 对 然后我们就问台北市政府说 这就不是公民参与了 不好意思 对对对 就是又是大系统商的 对对对对 当然这样的方法也 它有它的好处是 对啦 大规模的使用 对 这好是 但是我们就要挑战一件一个逻辑 就是 那为什么一两百个屋顶给一家厂商 大家 因为它是公开招标 大家觉得是叫公开透明 可是一个屋顶给一百个市民 这叫土利呢 这不合理吗 这逻辑不合理吗 那所以我们就才会去突破这件事情 那我们去年也花了一年的时间 跟北投社大合作能源教育 这个过程里头也非常的愉快 我们真的就觉得 为什么有一群对能源这么热衷的人 不能使用自己的屋顶 对 那这一次也是有 邀请北投社大的伙伴们参与这个电厂 对 那第二个我要讲到的伙伴就是台北市政府 OK 对 他们的确呢 也是为了这个暗场啊 花尽很多心思 然后去调整标案内容 但是我要说 其实标案内容很多时候的确 县市政府他们有自己原本行政的一些规范在 但这个过程里头 我的确也觉得他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我们这边坐下来好好的聊说 怎么样设计对公民比较友善的 OK 但是呢 这个合约本身 它的框架本来就是为了系统上设计 所以对公民团体要来打倒真的不太容易 像我们要花比较高成本的保险啊 然后我们也一样要付房地的租金啊 这一些的 那房地租金这件事情 其实就跟京都市政府不一样 京都市政府的思维就觉得 公有房地本来就是公民的 就是市民的 但是台北市政府有他们自己行政上面一些限制 对啊 这个我打断一下 听众朋友这个星平主任现在所谈的这一个 我在这个月六月的初的时候也访问了 就是高雄分部的主任陈婉儿 那婉儿主任他当时就有谈到 这一件事情到底就是做了一个台湾跟京都市政府的 政府思维的比较 心平姐请继续 好好好 对 那其实我觉得台北市政府也已经很有诚意 尽量去设计比较友善的条件 但说实在的在既有的框架底下 就等于是已经画好一个是给系统上的框框 然后把公民团体塞进去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不太合身的地方 对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后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再慢慢去突破 对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他们身为公务员有很多自己要顾全的面向 这也可以理解 是 对啊 那还有我觉得在推动的过程里头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民众 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民众 对 我觉得推动公民电厂很重要 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你有参与就会有被教育的机会 会更多了解的机会 对 对 对 我曾经在其他的社区 在讲到太阳能发电的时候 我真的听到各种各样的留言 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太阳能洗版这个水有毒啊 对 洗版这个水有毒 那我也听过的其实是太阳能的 太阳能光电版20年后 寿命到期 然后淘汰的时候 它不会比核废料来的好多少 也是毒的不得了 这个也不是真的 对 其实现在已经有回收技术了 而且其实也已经有回收基金了 对啊 那其实96%都是可以回收 跟核废料真的不一样 对 它不会埋在那里上万年都不能动 它其实是可以回收 还可以再制成其他产品 对 那对 以上种种的那种不实留言 其实真的会很影响很多人 对于太阳能的疑虑 我听过最奇怪的一则留言 是有人跟我说 屋顶上装太阳能的话 它怕鸟飞过去会死掉 对 它可能 对 很奇怪就是 它可能以为太阳能板会反光 把鸟烧死 但是大家想一想 太阳能板的原理就是把太阳的光转成电 如果今天这块太阳能板会反光 就代表这块板子根本不能用啊 对啊 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 真的不合逻辑的一些留言 但是这些留言其实说实在会或多或少 影响很多人的观感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社区里头 推动公民电厂的原因 因为大家有参与就会知道说 哦 其实吸板子的水根本就没有毒 它也不会反光 它也没有噪音 它也没有辐射 对 它还可以帮官渡国中楼下的那些教室降温 它可以帮官渡国中楼下的那些教室降温 它可以帮官渡可以闪掉一些冷气 是是 好 那就希望说大家可以 今天也透过这个节目的介绍 是 对 可以减少一些对太阳能板的误解 对 我们现在谈的这一个 这件事情是就是认知 就是普罗大众我们大家你我的认知 主副联盟作为一个等于集中制的平台 我们基金会作为一个在 透过相当生活化的方式 来聊一聊这个环境永续这种议题 我们把它从一个好像是这种就是吃得饱的人才有办法去谈 或者是大企业政府单位才能去谈 我们抓进到小市民的生活的家中了 这个一路走过来在特别是在能源的这一块 那你们所看到的台湾社会的许多社会价值的变迁 能不能谈一谈是不是有几个关键事件 使得大家对一件事情从正面的看法转向负面 或者颠倒过来也好 可不可以谈一下这里面你觉得可能有哪些事件 它是一个触媒是一个转列点 我们自己在社区推动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真的常常碰到的很多的状况是 大家对于能源可能都是选举的时候会讨论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选举的时候的讨论常常真的都是不实的 而且会阵营化了 有时候好像你喜欢哪一种能源 就代表你投票要投哪一个政党 可是能源本身根本就跟政党无关 对而且它应该是一个 如果它能够跟所谓的政党颜色脱钩的话 这个对于我们的政策延续性是好的才是好的 所以我听众朋友我在这里想要跟大家一起来 常常在聊能源 你可能会问陈伟说你不烦啊 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 它是百年大忌 因为它已经重要到 好像大家就觉得空气阳光水一样 就是它已经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必须了 它是这么重要到 以至于有时候你只有在停电的时候 才意识到它这么重要 所以它 那我们之所以这件事重要 也跟就是我们的合一到合三 这三个电厂即将要借零除意 听众朋友这个是 这个不是叫做被关掉 不是叫人为的 它就是一个使用久的任何的机器都有它的年限 是借零除意 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绿能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事实在 而不是其他关于任何政党政治的 所谓过于政治化的介入倒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新平均 对 真的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很对 像我们刚进去一个社区的时候 常常我们在问说 你知道台湾主要能源是什么吗 大家很多人会回答是核能 我也碰过 会以为核能占了 百分之八十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 其实它只占了一成而已 可是这一成的能源 在大家心目中的比例超级高 在这样状况底下 当然大家对于台湾的能源状况 就会有认知上非常大的落差 那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说 是不是有人把核电厂按个按钮关掉了 然后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其实没有 这些核电厂其实只是物理时间到的时候 它会自然的受众正经而已 对 是是 对所以这 对这确实是一个社会认知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惜的事情 就是居然大家到了选举的时候才在谈 可是平常的时候不关心 但这件事情有转变了吧 我是觉得 这几年媒体开始比较去讨论能源的议题 那这个问 当然这个讨论开始就会有好有坏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媒体 他们比较常常在报的都是一些争议性的东西 可是也的确有争议才会有对话 有这些对话的时候 当我们现在去跟群众对话的时候 就更能讲清楚说 大家担忧了哪些点 然后其实事情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也不是说全然的的是坏事 对因为以前碰到状况 更可能是我们要讲的能源 大家根本就不care 其实我觉得冷漠反而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现在大家比较在乎程度提高了 对对对 至少在乎程度提高了 对 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欣萍姐 那您在就是这一串 就是邀请社会大众关心发电的过程中 即便我们不住在北投也不是关度一带 那您觉得透过基金会这个平台 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最简单的发电就是节点 我曾经看过一个数字 台湾啊 台湾人很普遍家里都有那个热水瓶 就是会差点的那一个 对对对 然后可能一分钟把水煮热了 是那个东西吗 那个是顺热壶 对 然后热水瓶是那种还有保温功能 比较大的那一种 哦我知道 然后就是你要按那个什么电动解锁 然后热水才下得来 对对对对就是它 就是它 对 那台湾大概有 我忘记数字 大概500万台吧 然后这种这种电热水瓶 大家想想现在这么惹 你真的需要每一秒都挤出热水吗 半夜也要煮热水吗 这些电热水瓶啊 耗费的电量已经相当于三分之一座核电机组了 今天不管你支持哪一种能源发电 在我们在炒要什么发电之前 其实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太多 而且大家想一想 这些电热水瓶真的对我们健康吗 它其实设定是这样的嘛 比如说我设定的温度 是保温在80度 它就会先把 我灌进去的20-30度的水 烧到100度 然后让它降温降到80度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它可能花 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保温 这三四个小时的保温的电量 跟你重复 重新煮沸一次的电量是一样的哦 然后如果是老一点的机型 它温度还在往下降 降到可能60度75度 它又重新再煮沸一次 这个现象不是很像在熬高汤吗 对对 其实我们朋友牵滚水并不是太好 然后熬高汤我们也都知道普林酯很高 就像吃火锅一样 对 没错 说得真好 而且熬高汤我还知道 我熬的是猪骨头牛骨头 对不对 牵滚水你不知道熬的是什么东西 对 这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并不是好事 而且根本就没有需要去浪费这些电 像刚才主持人讲到那种顺热湖 就是大家住在饭店里头那种有没有 你把水灌进去 按下去 其实几分钟你也可以有热水可以拿来泡牛奶泡茶 这样子就省多了 你也不用喝千滚水 所以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是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做到的一种发电 就是节电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今天很感谢主副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资深主任 吴欣平 欣平姐接受我专访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下周同一时间 NITS Radio观点会客室再会咯 我是陈伟 那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